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是这样子的 买过一根以后 然后就又买了一根 为什么 因为它的一个质量 还有它的笔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感觉 还有它的书写 书写那个舒适度等等的一个综合数字来讲的话 它的品牌算是知名度不高 但是笔却出乎意料的好 哦 福利文2062这个对 它包装其实也挺不错的 就是英雄的笔是比较多比较乱嘛 对吧 那福利文的话 相对来讲 就是说先不说造型造型或者它的颜色 这个完全是一个个人喜好 那但是它的东西反正就是都挺ok的 也不会说过度 不像那个dead like 就是那个德利克那种过度注重于包装 德利克比不是说它不好 就是我认为有点包装过 包装过度了 因为这毕竟是一根笔 我认为就是说该怎么有些地方该使用还是要使用 不用那么夸张啊 那这个盒子反正也是 虽然说 嗯 我认为不是很好看的 说是吧 但是它东西其实我认为是可以的啊 就是说还是有心事去做一件一件事情的 然后这一根笔的话呢 包装就正正常的呗 对吧 我们可以先放一边 那放一边以后吧 这个底是可移动的 能被你发现 嗯 后方它的不是很长 这根笔一样 对比一下 你们看一下这个长度 对吧 蓝人 最爱的就是长度 这样子 先把墨水给打开了 等会那个四血比较快 四血的时候比较快 然后你看到从总体来讲 十二厘米都不到 那这根笔应该来讲就是说刚刚好手的一个 就是说相对来讲比较短的笔 那手大的你稍微就是说要那个自己就是说呃 可能弄张纸 看看这个粗度合不合适 这样子凉凉啊 然后打开以后 看下是拔的还是 哦 选择的哎 有这个问题在 凉 等会再说啊 这个问题 看一下会不会那个算上对 那这根笔啊 果然有点有点小短 我自己拿着有点小短 那可能是给你后面这样子拿的啊 当然先不说那么多 嗯 然后那个好 十点二厘米 对吧 那一个打开以后再下来 嗯哼对快14那这个反差比较大因为加三厘米有时候加个两厘米我觉得是比较好一点的三厘米真的有点太多了啊 然后那个笔我先放一边那先讲一下那整根笔来讲的话先把盖上从颜色来讲我故意选一个比较烧的啊啊比较不一样的一个颜色整根的话摸起来也是一样不会冰冷不会像金属金属味道不是特别浓 那这个应该是一个烤漆效果上面的线有凹有图不到镜头上面看的能不能特别清楚 然后呢就哎呀炒到我自己这个顶端哎那好那一个然后再下来哎呃再下来的话是这样子那一个呃呃整个那这个笔帽的话非常轻里面是一个就是说有一层塑料在那边 然后笔的一个尾端刚刚是这样子的我拿首先一样呃卡外口的一个设计经常就卡外口笔就是有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一往自己转这个呢对果然是那也就是说那个跟那个PanBBS的一样 因为PanBBS一个老外之前讲过就是说打开的时候就是说会打开了 那个怎么讲就是说会打开错误就是会错误打开了就是有时候一打开就会像 这种情况哎这个笔啊不是这个笔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啊这个笔就还好因为它是内两层外两层但是对但是我认为的话还是说 这个笔端还是反向会比较好 这样子没没容易乱像这种的话没有这个问题刚刚是我的问题啊我的我的问题啊 然后就对大概就这样子然后笔的话真的我自己拿有点偏短已经看到 压着了上一点点会好一点 那写的话也就是说我只能说我只能套这个盖子来写了 那这根笔它本身就这么设定的咯 这么理解了好的那个吸墨器它就像这个推拉吸墨器对吧 白金的这种那我们就那个试写一下呗干脆就是 哎呀哎看一下吸墨的效果吧 好像 好像 OK OK 故意没有吸太多我就吸了一点你看没有推到底啊 好的 那个再下来先把这个挪一边去 插一插然后就准备一下 把那个哎呀每次弄墨水就只会弄到锁 这个这个是我很讨厌的问题 而且啊有也可以说是我用纸不太好对吧老是透下去 然后这个笔的话反就哎发现了哎这 这个我比如说我刚插的比较底呢 比我短只有这个不好 这个时候我只能拿纸巾然后竟然就慢慢给他弄回去 对所以我不太喜欢比我太小那种笔就总成的那个太小那种笔 不是很好用有时候就我上墨的时候不不是没有没有那种就是说很到位那种感觉 好的一样那个我先把那个字给写一写 然后最后再说一下整个感觉是怎么样 好的好的我又回来了好就这样子那个整根笔写起来首先第一个感觉非常硬不好出风 笔件细本来就不好出风而且他整个感觉很硬 然后写起来的话嗯怎么讲呢完全没有任何没有任何弹性啊出风的话也不是特别好出风我觉得 是好好像不是不是特别好出风那种感觉 对吧呃然后写起来但是断就写起来有点滑但是又不是特别滑呃不像特别有阻力感就是滑跟有滑又跟有阻力感的中之间 但是两边都不到这种感觉比肩的体验没有上次那根傅立文那么好对呃 而且出没来讲好像真的不出没不真的不算大弹性真的没有了这么压是有但是写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笔件没有什么反馈就这样子呃 然后长期书写来讲这个呃笔的话一个怎么讲外形化官一个外形化书以书写工具来讲不算特别出色这个的话 但是颜值来讲还是ok的了我觉得就是说各有前期我们颜值笔件的话就中规中矩吧 但是不算有惊喜感的一个笔件呃反写都是能写的长期书写也行吧 如果因为对吧其实影响也不会真的那么大 毕竟他中规是根笔 因为你长期有书写习惯你最终这里会起疹 所以还好对 然后呢就是那个这样子大概整根笔那我认为的话反正就是呃整根笔件你看到就也比较细 因为我买的是那个EF件那整个笔的话我认为就说呃 反正就是说个人喜好呗喜欢的话可以就是说有一个这样短软的对吧在玩一玩那边玩一玩对 这样子而且整根笔很轻呃不算重呃个人是喜欢用重笔啊 所以就对呃版质量还是没有问题的你看到就所有的东西没有什么瑕疵对好 那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有什么问题 那个留言给我或者可以加微信都行啊 那个一起交流呃就那样子好谢谢大家